工厂停工这两个字 其实我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 让我最惊心动魄的 其实都是关键字 就是停工这两个字 那么停工会带来多少的这个损失 我相信各位在座的营运伙伴们 也都非常的这个清楚 那停工会停多久 我都没有办法跟你说 因为停工的话 必定是要等到 这个整个工厂都确认安全了 我们才可以这个来复工 然后那再来的话就说好啊 如果我们今天身为主管 我们身为老板 我们并没有把讯息通透出来的话 员工他也会吹哨 吹哨者会成情 我觉得说在这个时候 我要请各位一定务必要注意 我绝对相信劳工朋友 也就是我们员工掌握的信息 恐怕比我们还要丰富 恐怕比我们还要detail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这个公司的管理阶层 绝对不能够有任何一个成员 是有断层的 不管是基层管理者 中高阶管理者 甚至是老板 都一定要非常detail的去掌握 现在整个公司的一个人类的一个动态 我真的是讲到人类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不是你的员工而已 他今天会接触到别的 他今天会接触到同事 他会接触到家人 他会接触到邻居 所以说的话 第一个 如果你看一下综合这工厂 有确诊者没有停班 罚100万已经不是最轻的了 因为其实他的后果 其实不是罚钱就能够了事的 所以我这一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那么这一点其实也会影响到 后面我们公司在目前这个现阶段 到底要做什么样决策 我要提醒各位 这一页就是我们后面 整个在讲的一个重心 一个主心股就在这个地方了 员工的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 那么怎么样可以在确保 不要引发群聚感染 反而一个小小的决策的失误 可以造成整间公司停工 这是我们现在务必在每个环节 都要去做的关键